台湾太阳花学运引起国旗瞩目 其中许多活药药角都是90后 也就是1990到1999年出生的年轻人 他们生活在资讯科技发达 物质富裕的时代 养成了不一样的人格特质 有人认为他们心理脆弱 无法独立生活 没有积极的态度 但也有90后青年 勇于踏入职场 与五六年级的前辈竞争 90后的台湾年轻人 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社会准备好面对这群 拥有完全不同视野 与价值的新人类了吗 带您来聚焦 穿着时髦 强调自我个性 台北新闻丁 一直都是年轻族群的时尚舞台 时间推移 如今的年轻族群 若若新的名字 他们被叫做 90后 90后 或是Z世代 这群在199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 大约占全台总人数的13.57% 正好处于科技发达 生活便利的时代 因此抗压性低 缺乏独立自主能力 是这个社会对90后的印象 随之而来的 就是热衷于次文化的育斋族 常常换工作的义态族 低头族 草莓族 这些名词 相继的被灌到了 日世代的图上 其实草莓族这件事情 最早的用途是用在四五年级身上 因为他们没有忠诚度 很爱到处离职 做几个月就不做了 可是到了现在 变成四五年级拿草莓族 这个原先是他们头上的帽子 戴到了现在年轻人身上 那 但是这个草莓族的成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只给22K 台湾作家翟神朱学衡 为90后的年轻人说话 认为是低廉的基本薪资 让90后的年轻人 成了社会眼中的草莓族 现在年轻人实际上 实质上已经成为富二代 是正负的负 他们不只是在整个 譬如说在学贷上面去负债 还包括国家帮你贷的国债 以及说未来社会保险的 这些相关制度的 所潜藏性的这个债务 所以我觉得 当这个社会对年轻人 有这样的一个苛责的同时 回头想想 我们到底为下一个世代 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批评背后 他们少看到了 就是整个结构性的因素 包括说像 我们整个青年世代的一些 说更加贫困 甚至说我们更多的负债 然后政府的这些财政资质 未来是我们要扛 然后我们碰到的环境恶化的问题 等等这些都是 比以前更加严重 林飞凡 台湾大学的研究生 反媒体聚受青年联盟总召集人 他选择用行动 把脱社会祭奠观念 就算面对经济景气低迷 物价上扬的时代 还是要勇敢做梦 希望能够顺利扛顿金光师执照 这就是我目前的目标吧 当然先充实自己 可以去外面的工作室上课 然后上完之后 然后还是要先存钱 有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赚到第一桶金吧 然后可以出国赞 不同于上一个世代年轻人的憧憬 和敢于表达自己的人格特质 让年轻的创投公司负责人林志诚 找到了属于90后的优势 有很多的品味了 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什么是生活的品质 他们是有那个品味在的 这点是以前台湾 甚至是80前的这些世代的人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只求 可能只求能够生活的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求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理学的层次 更上面的这个层次 懂得评委 懂得追求 这时候展现不一样的台湾新能量 不过台湾社会 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群不同事业 以价值的新人类 台湾明显的政策 已经在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而且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错误方向才能够导正在回来的时候 10年20年之内大概状况都不会太好 社会的外在压力或许短期内很难改变 但对于出生在台湾正坏土地的新世代 仍然想要做梦 也正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实践自己的梦想 年轻人不是全部都是草莓族